上海浦东机场坠机三死四伤 肇事的是星巴威级霍姬 起飞时应冲出跑道解体起火 机上三人死亡 索性地面无人死伤 霍姬昨天要从上海飞往中亚的吉尔吉斯 当他准备起飞时 疑似机尾撞上跑道 机尾断裂 方向偏离 冲上跑道旁的仓库 机神瞬间起火 浓烟冲天 大老远都看得见 七名外国集机组员三死四伤 事后两条跑道被关闭 包括华航班机在内共68架飞机5点 4000多名旅客受困机场 到下午才恢复正常 公安单位还在调查事发原因 东新闻综合报道 空冬并不能在调查事发原因 不断定 小冬并不能在调查 进行呤子